字幕殉教協議 《 giờ they shall have peace》 字幕豪華 字幕協議 也許支持 字幕協議 ширom the last time 台政策一年開始 好像以前要擠麻油 對 以前要擠麻油 跟在麻油還沒過昌焦 對吧 這樣才擠麻油 因為以前 damon was a happy 就叫做麻油 以前也會去 所有佳戶軍的大學用力 大家都來這裡買 就能買去也會去 這樣喔 我們還有創辦一個 林德森校圈基金會嗎 對 今年 今年新年三十九屆 他在民國七十二年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七八年 好像是這個時候 對喔 我們這個白面白天的不銷鋼這個 它是南港區公所送的 很不容易 因為它表示我們這個店真的非常在地化 那就類似那個 我們剛才說那個 那個房間在九尾一樣 那個九尾 對 它見證 他以前看過的食證 也有去食證團合影 跟我們這個 看我們這裡的意思是小聲 所以我們這個店 在南港 你如果不說我們這個店 怎麼說 說不算 也算說不算 大概是他這樣 對 我已經說了 好 一百零九年的時候 各社政府頒個 對 你看到這裡 由 要怎麼講 截圖市民 謝謝 好 那就是 這個截圖市民 它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它其實也見證了 就是林德盛孝親基金會 三十八年來的歷史 那這三十八年來就是 從我的祖父林九王先生 那一直到我的爸爸林明忠先生 那就是其實 在台北市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就是在這個孝親 推廣孝親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不遺餘力 所以剛剛老師所講到的 這一個公益 就是林德盛孝親基金會 我們裡面有一個便 是德順永春 是大韓民國駐華大使的 林九王 他現在已經很久了 老仙中會寸 對 是怎麼來大韓民國駐華大使 他的駐華大使 有一個機緣 一個五官 他來的時候也沒有講五官 他來訪問的時候 他來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 經過一個韓國學校 校長帶他來 結果他後來 常常來家裡玩 這樣喔 所以他要回去的時候 就送一個餅兒 結果爸爸 這樣喔 那算是我們老闆 對不對 林九王是我們老闆 林九王是老闆 那這個駐華大使 他要 他是在這裡做五官 主法五官 那幾個跟我們還有班高 要回去那邊做 做學校 他就算不算 所以他說 他有一間 一間軍校的校長 真的 因為我去 前兩年 我們在石製校辦 臨時中間活動 我有去做三天 一天我跟他有一個職業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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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好像以前 那在我們台灣的職業拼 那個是要 要 他在前校長的兒子 這樣啊 他這裡被 書法 副代表 對 這樣喔 書法副代表 他做小孩的時候就來了 這樣喔 所以說 他現在回去 已經回去韓國了 10年也都靠近回來 這樣喔 他也算很有感情 對啦 不錯 其實他跟我們也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 我們對他也可以 他對我們也很有禮貌 對 我們就說九倍啦 對 修天這樣 對 鑽巴掌 對不對 這幾十幾個 大家都認識我們這間 你也認識 對 百分之 九十九啦 這樣喔 我們 我們 這幾個 有什麼 比較有印象的事情嗎 對啦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 對 也是 也是可以做啊 隨時也 有困難 我們還是 可以幫忙啊 對 可以啦 那個 盡我們所能啦 像人家人家熟了 來這裡 不然 不然會開槓 沒關係 喔 他去說 比較 可以啦 可以啦 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 就是 這些人 山頂的人 對這個人 如果有來 都會來這裡 休息 這樣喔 你說我們 那個婚禮子 自己在那裡 我山頂要去 我自己山頂 舊樟 我自己穿去 坐頂子那裡 去的時候 問問他說 他以前就是 走路來到我們這裡 來到我們這裡 買東西 你說那個 穿頂子 穿頂子 坐頂子 石墳生坑 對 以前附近山上的人 都要來這裡買東西 對 以前都要走路 也不覺得很方便 以前大家都有關係 那你們中間都不會想說 要改做別人 然後就是一直經營這一家商店 這樣子 這一家就也是很忙 有啦 有啦 現在的孩子 孩子 孫子 就是 又有另外發展啦 嗯 但是老的 所以我們還是 可以做 繼續做啦 繼續做 現在有 我妹妹啦 我孩子啦 有空就回來幫忙 還是做 其實我們開我們 傳統中間很厲害 你知道嗎 不用用電腦 真的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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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這樣啊 東西這裡都 清清潮潮 這個也不用電腦化管理 超厲害 電腦 也可以啦 如果 要有地方啊 你現在地方這樣小 用電腦 反而 不電的好用 這樣喔 用頭腦最好用 所以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 就是這樣子 對 你就從小這樣一直 一直磨練出來 你從小做多久啊 憑說 我們自己這樣 我 幾月就開始做啊 你做孩子就 就開始要磨啊 一直在這裡磨手啊 你去幾歲 民國 27 你27 這樣幾歲 哇 數學喔 84喔 85 85 就是在這裡 找大家幫忙 對 把這個事情 好好做 沒有啊 你才客氣 我們也是 親父啊 不然人家怎麼會來 對不對 老家真的就是 老家就是老家的老家 其實 我爸爸在南港街上 其實 有一句話就是說 你如果路人工車子 不知道你不行 不知道林德勝這家商店 那一定不是當地人 當地人就是一定會知道 叫林德勝商店 林德勝五金行 我們當時是有兩家店 一家是林德勝商店 一家是林德勝五金行 那後來是因為 我們五金行是 那邊丟路啦 就是被徵收 土地徵收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五金行跟商店 都併在這一起 對 所以也顯得就是 整個店面也變得比較狹窄 可是也相對的就是 我爸爸跟我的叔叔 這是我爸爸 對 就是爸爸跟叔叔 其實之間 兄弟之間的感情 其實是非常的好 那包括我媽媽跟周禮之間 他們其實 這麼多年以來 將近六十年吧 相處的時間其實都很好 所以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韓國的五官 或是說不管是從山上 山上來的這些朋友們 我都說我爸爸是 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 真的就是三教九流 那我覺得那其實是一個 很令人家覺得 以我自己當自己來講 我覺得那是一種 很榮耀的一種事情 就是上至校長 或是下次這些 這些 一般的人家 犯不走足 對 一般的人家 其實都有 那我覺得其實他這樣子的一個 善行吧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 孝親親親為這樣子的善行 能夠傳承到現在 以至於到所有的街坊鄰居 對我的父親 對這家店的這種 我覺得算是這種情感衣服吧 他其實是有一種 在地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雖然說就是附近 不管是全聯家樂福 其實就是這些商店一直 超市一直的 一家一家的開 可是這個在地的這個商店 其實有它一個 存在的一種情感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在想雖然是百年 但是我爸爸剛剛有講 就是兄弟姐妹們 年輕的這些兄弟姐妹 包括我是嫁出去的女兒 就是現在就是姑姑 她也會幫忙照顧這個店 那能做多久就算多久 就是泳村嘛 就是德盛泳村 希望他繼續能夠經營下去嗎 是 當然 是 對不起 我剛剛講 我倒也沒有留意到一個事情 我們這裡之前另外一家在哪個 大概在哪個地方 其實就是現在在哪 就是那個路口 停車場的路口 就是南港展燈館停車場路口 在那個二館那個停車場的路口 二館那邊的路口 就是先對面這一個 我們現在差不多1點鐘方向 然後這裡就是土地被徵收了 然後那塊地剛好就是 就是停車場出來的那個路口 那那邊原來是做五金還是做雜貨 五金原來在那邊 雜貨在這邊 雜貨在這邊 這邊是家庭五金 這邊是建材五金 那邊建材五金 對 對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覺得說 一定還要介紹我們這家店 因為你不介紹真的怎麼講講不夠遠 那我覺得一家店能夠經營100年 平常心講我真的也覺得很不容易 對 不容易 對 所以就像剛剛老師所講的 就看能經營多一點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就是 繼續經營